Hello,我是Dolly,现在我在瑞典的马尔沫 这个视频是受Emily所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跟瑞典的一些文化、习俗方面的不同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视频的话,记得要关注哦 如果你想在瑞典找工作的话,记得要找Emily哦 首先,第一点是你家的肉园,或者说瑞典的肉园,它是跟果酱一起吃的 那个果酱叫Lingon Berry 在国内的话,一般性我们吃肉即使加糖也不会放果酱 所以我在这边那次吃到瑞典肉丸加果酱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词怪 然后第二点是瑞典的茶席特别多,也叫Fika 就是说早上大概10点或者10点半 然后下午可能两三点钟,然后同事们会聚在厨房 然后聊一些家常里短的事情 所以理论上一天工作时间是8小时 但往往这些茶席最后变成了7个小时,甚至6个半小时 另外国内有996嘛,朝九晚九,然后一周工作6天 在这边呢,加班基本上是没有的 除非是特别特别忙的时候,你可能偶尔要加一到两个小时的班 但是好处是第二天你可以晚到公司一两个小时 所以这也算是扯平了 另外在这边的话,产假大概是 或者说是带薪的这种修产假大概是 父母家财可以修到480天 然后像我这种未婚未育 只能修待新年假的话,我也是有25天 一般来说是25天到30天 根据你的年龄还有公司的具体规则而定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在这边爬山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人嘛 然后大家都会主动跟你说 嘿嘿,嗨,就这么简短简短的一句话 但虽然我觉得说人和人的距离好像很近一样 但其实在国内可能是因为爬山的人太多了 如果你想说嗨,从山脚一直说到山顶的话 你可能咳都要咳死了 但是这边人少嘛,所以大家都会跟你打个招呼 嗨,尽管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然后第四点是语言,瑞典语 在瑞典如果你不会说瑞典语的话 你很难交到瑞典朋友 或者说你很难交到一大片的瑞典朋友 当然啦,这边的国际学生和国际 或者说其他国家人很多嘛 所以在这边你还是可以交到朋友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外国人到了中国 即使不会说中文 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很热情的 还是特别愿意跟你做朋友的 这一点让我觉得说 瑞典人有一点冷漠 然后第五点就是一直要排队排队排队 不管你是在超市付钱上公交车 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要排队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也需要预约 比如说我想跟我同事聊一个工作上什么事情 我就一定要发邮件告诉他说 我想聊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你明天11点钟有没有空 或者说我想去看医生 我还是要打电话预约说 我想明天这个时候来有没有位置 然后很有可能护士说 明天没有下个月这个时候有 那我可能就要熬到下个月 我可能自己变也就好了 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男女朋友之间也会需要预约啊 比如说发消息跟男朋友说 你这周有什么安排 他说我这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分别有什么安排 然后他会说嗯我周五空你要不要周五见我 然后呢我就会说嗯我好像周五周六都有事情 要不我们周天见吧 所以这种预约在瑞典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讨厌这个appointment这件事情 然后第六点是瑞典的厕所其实不分男女 很多很多厕所都不分男女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和在大学的时候 就是我一开始到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咦这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 之后我发现男生女生在在一条线上排队 所以这有点好处就是在国内嘛 女生等厕所要等很久 但是现在的话男生女生一起等厕所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然后第七点是非常独立的恋爱关系 就在国内的话可能说啊男女生出去约会 男生会付晚饭钱 然后女生可能会付电影票钱 但是在这边所有都是AA制 以至于我现在觉得说如果两个人结婚的话 不一定要男生买房买车 甚至每房每车都是可以结婚的 所以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吧 然后最后就是你知道吗 瑞典男生他们上厕所是坐着的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但是我就是知道 然后我也很吃惊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跟你们一样吃惊 最后我想说中国跟瑞典的差异本来就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差异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完全看你是怎么接受这件事情 是怎么慢慢的死怪这些不同的 然后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出国我在国外大概生活了五六年的时间 我对于这个世界或者说对于一些观点 我会有一个更包容的态度 我不会说要么黑要么白这样的去看待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我在国外留学生活最大的一个改变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点赞关注转发哦 然后希望你也来热点玩 拜拜